好朋友相約喝酒 沒想到居然變成肢體衝突 日前行程下有兩名男子 因為酒後口角不歡而散 在回家途中又再次相遇了 以為對方是等著要尋仇 隨即爆發肢體衝突 警方獲報後趕到現場 而這個兩名男子雖然互不提告 不過還是遭警方依社違法寒送法辦 救護人員現場爆炸被打破頭的許姓男子 昏昏沉沉 根本搞不清楚自己喝醉的頭昏腦障 還是被打到頭暈 有辦法走路嗎 會暈嗎 會路人打 你認識對方嗎 不認識 我去住 不認識 不認識 怎麼人家會跑過來打你 有 有沒有跟人家起衝突 有沒有去罵什麼 三字經啊 什麼的 我喝酒 罪關係吧 你有喝酒 有 這邊有被打嗎 你這方是嗎 你這邊有一包耶 花蓮縣新城鄉 家裡三間15號下午 兩名罪漢在街上大打出手 警方倒茶喝醉的許姓男子 坐在路邊 頭部有明顯撕裂傷 警方尋現找到動手打人的廖姓男子 原來兩人相約喝酒 在酒桌上口角不歡而散 沒想到回家路上狹路相逢 進而發生肢體衝突 那在廖家反家刑機案發地點的時候 發現許姓男坐在路邊 那由於該地點離廖男的住家比較近 那廖男誤以為許姓男是想找茶 於是下車理論 隨後呢 雙方人馬兩人發生扭打 造成許姓男的頭部受傷 廖男輕微了插錯傷 打架的兩個人雙雙掛彩送醫之後 都沒有大礙 雖然雙方都表示 彼此還是朋友互不提告 但警方還是依社會秩序維護法 將酒後鬧事的兩個人含重法辦 記者 許立芹 花蓮報導